这个看上去像是混沌卵的东西 叫做愚人瘟疫死者 在原版它叫做两栖苦难者 180点的生命值 还有10点的攻击力 0点的护甲 这妥妥就是一个一级怪的水平 但是暴雪好像以为 这个异病之云技能可能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他有了这个技能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二级野怪 既然是一个二级野怪 我们就让他来对付一下章鱼哥 看看能不能获胜呢 这些光环都是野怪版本的 他除了不享受强剧光环 还有辉煌光环 别的都享受了 并且一兵云武这个每秒一点的伤害 对付这种250点生命值的小野怪来说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伤害 二级的章鱼哥 无论从任何属性来看 他都是妥妥的平均水平 同时则为二级的兄弟 也是章鱼哥一族战斗力对靠前的 既然平均水平的近战野怪不在话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均水平的远程野怪 究竟能不能打得过这个龙包小鱼人呢 鱼人瘟疫死者虽然作为一个野怪 他在内部战斗力非常差 但是你在野外预见他 沾上就是120秒的持续时间 所以说是非常的难受 由于经济光环只能反弹近战伤害 所以说对付远程野怪显得毫无办法 于是很快啊 直接就结束了战斗 就像是一种泡面里面放上了六种调味包 主要是靠调味包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让鱼人瘟疫死者 来对付一下二级的最强近战野怪 达拉燃变异者 达拉燃变异者的属性 比一般的二级野怪要高 而且他的生命值恢复度度也比较快 龙包小鱼人的血条已经变黄了 他已经落入了下风 但是在这么多的光环 再加上异病云雾的加持之下 他的表现显然是比巫师学徒要好处不少 像巫师学徒在中掌握了六个光环 仍然是同级倒数第一的 在窝囊会里面也算是首屈一指 基本打平 则说明两栖苦难者的战斗力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对战的是 二级近战野怪单挑水平的第二名 格莱尼保护者不仅有325点超高的生命值 而且有一点的护甲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二级近战野怪 战斗进行了一半 两栖苦难者甚至渐渐的占据了上风 像这种两个近乎白板的野怪之间的单挑一旦露入下风就基本追不回来了 真的是出人意料啊 这个二级的最窝囊的窝囊费居然不窝囊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二级的最强野怪龙下人幻潮者 两栖苦难者迟迟不现身这种消极对战的方式真是让人发指 但是你不来这场对决仍然要进行 我们再来安排一场 这场对决一开始还是有模有样 但是呢过了一会儿之后就变得不正常了 龙下人幻潮者在攻击了几次之后就开始疯狂的使用治疗术技能 我给他关掉他仍然会自动释放 而反观两栖苦难者这边有吸血光环 基本是攻击几次之后他的生命值又满了 接下来就是龙下人幻潮者在恢复生命值 两栖苦难者在攻击他 单方面挨揍了属于是 于是阿弗族看不下去了 要单方面的出面来制止这场闹剧 刚才那局是非常的有意思 即使是把龙下人的治疗术给去掉 他仍然可以赢得胜利 最后派出的是两级的磨免野怪小泥人 这个磨免技能怎么说呢 首先他会受到应兵云雾技能的影响 其次他会受到经济光环的影响 最后鱼人温逸死者是普通攻击 小泥人是中型护甲 这场对决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你磨免了个寂寞呀 于是这个十分不适合单挑的小泥人 就被十分顺利的干掉了 最后这个二级战斗力最差的 鱼人瘟疫死者在获得了六种光环的加成之后 他的大体水平在二级可以排到平均水平以上 但是在面对一些重甲的远程野怪的时候 则显得明显乏力 甚至打不过平均水平 但是无论怎么讲 他已经比一级的巫师学徒厉害太多了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